大家好,好久不见,我是老蔡,今天要分享的是1216的统一企业,影片制作日期为2022年11月28日。 统一企业于1987年12月28日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,统一企业标志,系由英文自President之自首批演变而来,翅膀三条斜线与延续向左上扬的身躯。 代表三好一公道的品牌精神,极品质好、信用好、服务好、价格公道的精神,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及服务,以及产品勇于创新突破的寓意。 统一企业抢进物流市场,完成北、中、南三个区域都拥有物流园区布局,统一代子公司统流开发日前公告取得土地使用权资产,租用位于台中市无机区港口断等33笔土地。 由统流开发负责筹建大型物流园区,之前已经动工的台南新市区树谷园区的开发案,桃园航空物流园区第二个案子,台中市无机区港口断则是第三个物流园区。 统一集团长期认为,物流是生活产业中不可或缺之一环,将致力于提升于整合本集团的物流事业,让国人更迅速、及时、安全地取得商品,创造更加消费者体验。 所以计划在全国北、中、南、高等的打造复合式大型物流园区。 从产品结构来看,统一企业集团的专业事业体系有,食品制造、流通、商流贸易以及投资事业体系,而主要统一有三大主营业务,70%以上的营收来自此相关部门品。 最主要有三大事业部门分别为,一、食品事业部门,二、便利商店部门,三、流通事业部门。 而这边值得留意的是,其中的流通事业部分,公司表示物流是生活产业中不可或缺之一环,将致力于提升于整合本集团的物流事业,由此可推估未来占比将有提升的可能。 再来,我们看看统一的CP值现在高吗? 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呢? 老蔡依照个人的经验,会从以下七个面向来分析看看,看看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浮现,最后会整理出张表,只要有大于70分,那么老蔡我就会认为这家公司具有高CP的投资效益。 七大面向分别为, 一、最新营运概况 二、河流图评价 三、杜邦分析 四、自由现金流报酬率 五、资金来源结构 六、投资效益分析 七、保守估值 从营运基本面来看,统一集团过往几年毛利率稳定维持30%至35%的区间中,2017年出现大幅获利,整体税后净利率高达40%,主要是因为卖掉上海星巴克产生的一次性收益所导致。 从整体统一企业集团的原物料取得来看,原物料来源涉及台湾、大洋洲、中南美洲、非洲、亚洲、澳洲、巴西、阿根廷等地,来源产地相当分散,供应情况稳定,能有效稳定产品的毛利。 从目前最新营运情况来看,公司营收依然处于年增阶段,显示多元产品布局在这波通货膨胀浪潮之下,整体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能力强劲,说明企业在市场中具有一定寡占地位。 公司2022年第三季每股盈余为0.97%,毛利率为31.97%,净利率为8.02%,该公司最新一季营收受惠于菲律宾事业重回轨道,与去年同期小幅增长,营业毛利同步提升,最新股价值利率达4.11%,对于存股足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。 而2021年7-11全年展店355家,今年预估展店目标300家,单店日均销售年增2%-3%,预估2-3年内总店数将突破7000家,并强化单店自主,创造差异化经营优势,扩大虚实整合,掌握服务性虚拟商机,预估单店日均销售年增2%-3%,对后续营收有望继续产生支撑作用。 接着看看最新现金股息值利率与河流图的相关评价。 首先,统一最新现金股利值利率为4.13%,相对于过往属于较高的位阶,最新本益比为20.62%,坐落于本益比河流图的区间位于历史相对高位。 从河流图走势平稳的情况来看,企业获利长期稳定,是较适合定存的类股族群。 以股价净值比河流图来看,目前股价净值比为3.03倍,跟过往相比近期股价有经过一定程度修正。 这边值得注意的是,现阶段统一本益比高达20倍,仅能理解公司长期获利稳定与强健。 市场愿意用较高本益比投资该企业,并不适合同样用看成涨股或是一般价值股的角度去理解。 而去借此认定股价高估或低估,过往每年配息2.5至2.7元,利息配发率约达8成,就现金股息值利率的角度,此时已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浮现。 从杜邦分析来看,公司ROE长期表现良好,长期维持于15%以上,获利相当稳定。 在2017年受惠与储置星巴克的一次性收入,ROE短暂高达35%,总资产周转率与权益乘数整体皆维持在一定水平。 就统一企业来说ROE的变化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食品原物料成本的变化。 而资产收益率ROE是反映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果的指标,也是衡量企业利用债权人和业主权益总额所取得盈利的重要指标。 而最新营运状况,ROE近期表现逐迹上升,说明整体企业综合盈利能力正在提升。 从自由现金流量的角度来看,统一企业集团现金流量长期维持稳定,2016年后整体自由现金流稳定维持在10%以上,公司完全可透过本身的现金流支撑自身的企业战略发展。 另外就该公司的投产效益分析,可以明显看出,公司营收的变化与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入,没有太大的正相关。 在此营收规模之下,研发费用占比相当小幅,固定资产占比逐年下滑,说明公司近期几年较无较大规模的资本支出,占比整体维持稳定。 公司在不需要额外大量投入之下,即可维持营业收入,但就如同先前分析中提到,统一的营收能否转换成获利,最大的关键点是毛利,影响毛利最大两大因素为 一、原物料取得的成本,二、通货膨胀之下,企业转嫁与消费者的能力。 而从资金来源来看,股东提供的净值与应付账款占了接近五成,而该公司长期负债中以发行公司债为大宗,在升息循环的现在,也相对较有融资上的优势与好处,整体财务结构上述稳健。 这里计算个保守估值,近四季EPS为3.17,考虑近六个月年增率达10%,小幅成长,未来一年预估ROE采用15.5%为长期统一企业的合理ROE表现计算之,并且考虑未来一年保持常态性成长力道,预估一年后每股净值依照20.9元代入。 计算出来的预估EPS为3.24,而参考去年2021年当时无通膨议题的时空背景下,以当时的本益比当成未来一年可能维持的合理本益比计算。 采用19计算,得出来的合理股价约为61.56,另外考虑统一目前并非高估值行业,且长期营运稳定。 正常本益比区间下不令作折数调整,得出的地板价是在61.56元,周线级别的收盘前波底出现在2022年11月21号,当时出现最低价为63.3。 老蔡用自己粗浅的经验,希望能用客观的算法来合理代入评分表,得分分数为67,小于70分,所以老蔡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高细弊的投资标的。 这边做个总结,老蔡我认为有三大机会与两大风险,机会的部分。 1. 统一集团抗通膨能力强,能将通膨的原物料涨幅,顺利转嫁于消费者,升息循环阶段相对较具有竞争优势。 2. 常年营运机优于稳定,企业近年多元发展,具有一定规模经济,与抗震荡能力,适合追求安心存股足投资人。 3. 现金股息值利率已大于4%以上水准。 风险的部分 1. 集团规模庞大,主营业务属于成熟产业阶段,未来成长性爆发力稍显不足。 2. 综合评分表小于70分 最后股价经过今年一番修正后,虽然总体经济一至两年内前景不明,但企业未来战略布局明确,且现金股息值利率已大于4%以上水准。 如果是追求安定保守的投资人,目前具有一定投资机会浮现。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此,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,欢迎按赞以及订阅我们。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,也可以进入频道观看其他主题哦。谢谢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